嗨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雅杰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件很重要的最新的进步 就是台积电在嘉义急速设厂 都是为了要满足回答非常疯狂的需求 那今天想要知道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记得要听到最后哦 我们的来宾是财讯的副总编辑林宏嘎 宏嘎 你好 是 雅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看到宏嘎就知道我们要讨论的都是 非常重要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台积电它最新宣布了 要在嘉义设两座先进风测场 其中第一座甚至于在2026年 它就要开始量产了 它今年就要开始动工了 这是台积电它在台湾的第七座先进风测场 到底商机是有大到什么程度 让台积电这么急着 要赶快设这样的一个新场 那对于这个现在讨论很火热的AI大战 又有什么影响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 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 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 一路从季刊 月刊 双周刊 再到网路和影音 但始终不变的是 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 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 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 继续陪伴大家 再迎接下一个50年 其实这个应该要从这一次的GTC来开始谈 GTC又是NVIDIA的大会 之前大家不是说 究竟台积电涨到这么高 或NVIDIA涨到这么高 究竟怎么样呢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大会 这个大会 我们又把这一次照片登出来了 黄薰拿了两个晶片 他拿出来新的 一笔之下呢 他还安慰了这个晶片说 It's okay You are good 为什么 因为这一颗心子实在大太多了 更大了 那这个跟我们嘉义有什么关系 或南辕课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可以说台积电 其实是卖这个晶圆的尺寸的 你用越多呢 越大呢 我就卖越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尺寸就是 这个生意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晶圆其实是圆的 如果小的话 我可以切100颗200颗 整个用完了 现在一颗这么大 可能现在变成切20颗10颗 就没了 就没了 那这样的话 你全世界都在抢的药的时候 你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产能呢 那另外一层就是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嘉义县政府啊 他们也都确认这个讯息 就是台积电跟了南科租地 盖两座先进封装厂 那各位去看 现在这个伺服器公司的这些营收 他都还没开始 大幅的超前前一年的这些营收 代表其实出货的高峰还没有到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先进封装的产能真的很缺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 或者是这个业界都在讨论 就是究竟哪里可以生出更多一点的 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 所以其实也听到说 NVIDIA因为 也不够嘛 所以还去问了连电 去问月光 问所有可能有的人 反正就是想办法挤啊 那第一个台积电 赶快先过 因为他自己不够 我们所知道的讯息就是 这个需求究竟先进封装 NVIDIA需要多少呢 其实是他大概23年的需求 到24年的时候要增加一倍 24年到25年呢 又要再增加一倍 所以你看从2001年 到现在可能盖了六个厂 然后那这两年盖的速度加快 现在盖也是26年马上就要上线 这个如火如荼 因为他其实在竹南 才盖了一个全自动的 一个先进封装的大厂 马上就要再order一个 而且还有人传说 如果不够的话还要再扩 马上就还要再继续长出来 这个完全就是因为 这个华人薰秀出来的这个晶片 这么大 他就需要很多的产能 目前都还是缺货中 那NVIDIA又是这么大的需求的话 其实看起来还是持续 成长 所以不管COVAX 还是先进封装的这个需求 都看起来是相当的火红 对 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是 大家现在方方面面 事事要样都需要AI 当你把AI广泛应用到 各个层面上的时候 那个晶片的需求 自然是大幅提升 那些晶片要怎么样 赶快能够产出来 送到大家客户的手上 就是卡在先进封装的这一块 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因为台积电 它是拥有最好的技术 然后而且也拿到最多的订单 所以它就必须赶快要去把 新进封装的产能给提升起来 那所以现在呢 这一件事情就变成说 带动了台湾的一个 地理上面的发展 一个变化了 因为我们其实政策上希望能够发展 所谓的南部 南台湾科技狼带 南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这一块 看起来就是真的已经要成型了 它其实是有一个产业的现实 其实你如果上国科会的官网去看 它其实对于每一个科学园区 有多少土地可以让你使用 然后已经开发了多少都有公布 那其实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就是 竹科跟中科真的 能用的土地相对是比较少的 但是南科呢 就是因为这几年 其实南科它增加了新的园区 所以呢 现在南科手上可以开发的土地 都是超过100公顷以上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我们刚刚不是讲南北平衡吗 是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表 就是先进一二三四五六到七场 它什么时间 你看其实除了南科除了有一个之外 其他不是在龙台 那中科在苗栗 都在台中以北 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在讲现在讲三奈米或五奈米 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南科 是 现在这个iPhone的这个晶片 很多其实是在南科制造的 当然你可以说摆很远也没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你希望 要很弹性要很快的话 就在我隔壁 然后不是更方便吗 所以为什么选择了嘉义这一次 第一个就是嘉义其实是在南科跟中科的中间 所以以后不管是谁需要他 我们台积电竞争力的秘密 他都可以很快的调动 这是嘉义应该是第一次 把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投资落脚在嘉义 所以其实各位看嘉义的这个嘉义科学人区 其实离南科其实并不是很远 但是以前这个半导体的好处或者这个产业 一直都集中在台南 所以这次跨出去其实是有一点外衣效应 就是说透过这个产业链 嘉义除了发展农之外 工户科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带动他地方的发展 我觉得有这个意味 这个我们刚刚讲华文君这个蝴蝶效应 飘飘飘飘飘飘飘 就飘到了嘉义来 结果变成会去影响到我们嘉义的房地产了 对 这个故事等一下在后面我们会再提到 不过刚才那个宏达他在这一次我们第708期 关于台积电他布局先进封装 那个相关的产能的这个分析 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图表 还有文字的说明 所以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再回头来看 我们的杂志的内容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台积电 他在南科就已经带来一些改变 当时我们就是已经去追踪了一些南科的一些扩展的项目 对然后就发现 这几年来其实南科的产值已经很惊人了 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说台积电很重要的先进制程 都是落交在南科 对其实这一次采访 让我有机会重新再回到南科 我们是很短的时间内去联络南科管理局 去看数字的时候我很惊讶 19年的时候其实南科的产值是7432亿 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说好像会成长 没想到到2023年的时候 产值是一兆5855亿 已经是翻倍了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公司的话 南科这个公司 成长非常惊人 那附近的整个的开发也真的有那种感觉 就是整个都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 其实最感觉最直接的就是这里是有半导体 但是生活机能好像大家这个有一点疑问 对啊我还记得你的描述就是说 旁边都还是甘蔗甜 其实换一个角度讲 我那个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 万一在这里如果发生车祸的话 最近的医院有多远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半个小时 这次港局长的时候 他就指着前面跟我说 他们正在筹备 只要等未复复过 就会只是几百床的一个医院 在南科一二期就会出现了 所以就不是半小时了 医疗的机能来讲也完全了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NVIDIA 它带动 其实是整个半导体链 所以我觉得其实嘉义是一个代表 但是这整个南科的链 现在整个生活品质都在动 比如说局长就告诉我说 加科时钟 因为以前讲新竹流注人才 就是要有双语实验学校 结果现在南台湾 就到处都要有了 他说高雄时钟在筹备 然后会有嘉义时钟 那南科时钟本来就有 然后还有屏东也要有时钟 到处都会有实验中学 而且是国家设的这种双语实验中学 那再加上我们讲的医院 还有其实他讲另外一个逻辑是说 这些其实都是国家 就是看好铁路或者是高速公路旁边 以南科为核心的话 大概你说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之内的一个经济圈 因为有地 未来还可以成长的话 那这个方面政府已经看好了 要用这些布局来带动南部的经济的发展 再配合现在半导体的需求 我想这个题目所看到这个表 南部的狼带的表 我想未来对于大家思考南部的发展机会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其实从这个图表上 宏大他也很细心的把我们归纳出 现在南科其实有六个园区 而且他们各有不同的分工 然后所以也带来了不同的就业的机会 还有不同的产值的成长 其实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 就是我从上一次刚刚雅杰讲的 20年的经验 感觉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投资金额 后面会产生的经济效应 真的是挺大的 这就介绍他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高雄的两奈米厂 我们就跑去看 我说哇 这个以后不只是新竹有两奈米厂 那高雄也有 那这个都是很重资本的投资 是 其实这个对高雄真的是一个蛮好的 因为高雄过去是一个石化业石油为主的一个城市 可是现在在全世界在节能减碳 石化降低的时候 同时对半导体的需求 因为节能 你要用更多的半导体 那高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就转型到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 我感觉高雄是越来越热闹 是 房地产的变化也是可以看出来 一开始去台南 然后所以台南就涨了 接着他要在高雄设厂 高雄也涨了 那现在他到嘉义去 其实在他还没讲之前 大家心里有数的 就已经开始默默的酝酿 那个房价的上涨的机会了 这次我们负责房地产的同事小燕 他也特别去访了 嘉义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 荣誉理事长 他也说现在就是嘉义最有希望的时候 然后他也大概分析了一下 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进驻 所以嘉义的房市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特别就是像是在嘉义科学园区的 这个周边 什么铺子 太保 这两个地方 他本来交通就蛮好的 然后也是属于发展的 比较成熟的新政区 而且事实上嘉义 他其实在加科之外 他还有很多产业园区 他本身他县府下面 就也有很多产业园区 其中近期年比较关注的 像马仇后 马仇后产业园区 也是都有好多大厂进驻 然后更不要说台积电 他现在只是先是进去 两座先进风测厂 以后谁知道 是不是其他的半导体产业链 周边的供应厂也都会进去 对不对 不值得来讲一件事 就是嘉乞其实没有很大 所以如果要再加的话 可能要再稍微扩一点 加科可能没有很大 但是嘉义的地还是很大的 对 因为还清晨水电 所以要盘点一下 对 然后讲到这一点 讲到水电 那我们就可以回头来聊一下 因为我们也趁着这一次的机会 特别去访了嘉义县的县长 翁张良县长 然后他就跟我们提到了 到底台积电是怎么会到嘉义去的这一段 宏达克能跟我们分享 我知道的是应该是中副总打电话给县长 跟他说台积电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很快的盘点了所需要的资源 合作的计划 然后就开始说今年中要开始来动工了 对 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流程真的算很快 因为根据翁县长的说法 他是八月的时候接到电话 再隔几个月 加科就动工了 对 然后我觉得翁县长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因为其实嘉义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水电的供应的问题 但是新建风扩厂需要的水没有那么多 就我的理解应该是 因为相对于金额制造应该相对小一点 对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先进风策 进驻嘉义这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厘清 第一个就是说 他整个金额当然是不小的 但是其实他需要的工作机会 他需要的就业人口 并没有像金额制造那么多 需要的水也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他对环境的影响 可能也就是大家比较不需要顾虑那么多 对 应该是经过这个资源的分析之后做的决定 所以本来传说要进去是金额厂 对 后来是这个先进风装厂 那你觉得以后到底有没有机会 真的就是金额厂有可能会过去 男子也有很大的地 总之就是如果还会在台湾设厂 就是在南台湾了 因为南台湾你说要超过100公顷的土地的供给 恐怕只有南台湾比较多 但是以前刘德英说过就是高雄之后 接下来会往贝社 所以现在看到两奈米 还有其实台中也在讨论两奈米厂 台湾会有好几个 所以其实如果说只要有台积电 这个房地产就会涨的话 那在台湾哪里都是有机会涨的 接下来可能要做台中了 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 在听了才知道第180集 台积电英特尔晶元双雄 顶尖对决AI盛事的留言 这集也是宏达的 麻烦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财团Jackie Jo说 英特尔的最佳代工策略 就是把订单交给台积电代工 是这么回事 对我们很同意 那财团这个茶叶蛋小贤说 这一集的分享很棒 果然未来台积电要继续维持前段班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想听一下台湾其他半导体产业企业 如IC设计的联发科等 未来优势的介绍 其实我们的不管是读者 听众还是观众朋友 真的都很关切台湾的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然后不管是半导体的哪一块领域 我们今天才在聊到 就是光是台积电的神队友们 对就 就可以做很多集 就可以有很多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总之谢谢这个 我们会继续 小贤的许愿 我们宏达听到了 宏达知道的 那我们也要谢谢 就是这边还有一位财团的好朋友 摩洛三四郎 他帮我们抖内了三十元 谢谢你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红达的分享 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也认同我们的理念 欢迎您加入频道的会员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